好我们向我讲上级课内容啊 上级课讲的是这个磁控管 通过磁控管呢 就可以产生这种高频的信号 然后就可以当成雷达发射 然后可以接收相应的信号 那接收回来怎么样才能把它就明确的 比如说灯亮了 或者怎么显示出来呢 那就得有这样整流的过程 这个整流其实以前也有 就是真空管的时代 发电报嘛 也需要整流 那现在这个整流它怎么整 那我们先做一个小实验 这块是一个交流的 12伏50赫兹的这么一个电源 这块呢是一个EN4007的二级管 这块是一个电阻 也就是它是一个负载 然后我们正常如果没有它的话 它电阻肯定是 左一下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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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想要有持续的一个方向的电流 那怎么样呢 就要把它积累下来 怎么积累呢 找这个位置 绿颜色比红颜色稍微高一点点 为什么呢 整个这个绿颜色就压制红颜色的感觉 因为它有一个压降 你必须得导通了 过了这个0.7伏 它才能导通的 对吧 是这样一个过程 把它 一看绿颜色是多少 16.9 这是多少呢 16.2 之间正好差0.7伏左右 那也就是这个压降 就是正好0.7伏 在这个半波就怎么样呢 就忽略了 这个半波就起来了 这个半波忽略了 这个半波起来了 也就是说 它只有正向的这个能够导通 这正好是一个周期两个波 波峰波谷 它正好是一半能够导通 这也叫半波 半波 整流 二级管的半波整流 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一个概念 叫什么呢 整 整起来 这种感觉 我们的思想 经常是 有左有右 是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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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ve的一面 也有negative的一面 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它有 反正就跟这个波浪似的 总是情绪嘛 起起伏伏的这种感觉 但是你如果 左一个想法 右一个想法 你就容易脑子很累 但是你要没行动 所以你必须得 把这些左的想法 就一直左下去 然后你形成合力才能有行动 否则都是胡思乱想 脑子都挺累 但是我是去呢 还是不去呢 我是打这个电话呢 还是不打呢 我是走呢 还是不走呢 脑子挺累 你还没行动 就傻了一样 还不如脑子空空的呢 所以这个时候你得积累起来 立刻采取行动 right here right now 此时此地就走起来 不曾犹豫了 就有想法就立刻去冲动 这种感觉 这个外国也是这种说法嘛 to be or not to be 你要老左嘛 也不是个事 你必须得做出个抉择 就跟走路似的 你不会说 先想卖左脚还是右脚 反正就走起来了 他如果老是拧巴 老是这个纠结 老是左右的话 就容易被左右了 就容易自己心中很纠结 我究竟玩不玩这个游戏 学不学这个软件 这就很 心灵就开始很受很受伤害 这个能量消耗很多 但是呢 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这种问题啊 很很很常见 我们是应该学习硬件的 还是学习软件的 其实就跟先卖左脚 还是先卖右脚一样 我们要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 是注意深度呢 还是注意广度呢 这其实也是 你深度多了 广度自然就起来了 广度多了 深度自然就起来了 硬件强了 软件自然也就强了 软件强了 硬件自然也就强了 它不是一个一分为二的东西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那这个整呢 它其实就利用了 这个特性 这是零伏 在这儿 它的正向偏致电压 差不多0.7伏 只要过了0.7伏 就全面倒通 这边呢 它它不到 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50伏 它的特性是50伏 反向击穿了 这种感觉 这个是击穿的渠 这是截止渠 这是 这是导通渠 常见 就把这种左右为难的东西 或者把这种 绕了 绕了又绕的东西 变成一个直线行走的东西 最简单的是什么呢 就是轮子 轮子 其实就是在转圈 表面上转圈是一动不动的感觉 但是它往直线走了 就形成了一个往前走的能量 还有什么呢 比如转笔刀 转笔刀笔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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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它就是不断的往前走 并且这还能形成连续的这种 转笔刀的花 还有锯子也是 锯子 咔咔咔咔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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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大锯 扯大锯 拉来拉去 其实是往前走 是往前走 现在电锯也一样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但是它是另一个方向上走 电钻也是 转转转 但是它是突破的 突破的感觉 当然更精细 更精微的 还有这样的东西 利用螺旋的原理 这种螺旋可以测量精度 还有弹簧 表面上是绕圈 圈圈绕 其实是有直上直下的这种 这种弹力 有弹力 这个就很有意思 其实我们在左右纠结的时候 在绕圈琢磨的时候 就很消耗自己能量 刻意的让自己敏感 其实我得敏感 我得注意 其实本身就很让人迟钝 刻意的让自己平和 我得平和 我得心平气和 其实本身就很不平和 刻意的不去想某些人 或者某些事 它本身其实就是在想某些人 或者某些事 告诉自己放松 放松 一定要放松 一定要放松 其实就 本身就很紧张 对吧 本身很紧张 就 我得睡觉 我得睡觉 我很急躁 得睡觉 那本身就睡不着觉 是吧 我为了表示谦虚而谦虚 就是 我得表现的很谦虚啊 这种感觉 其实就很不谦虚 真正谦虚的人 不会说自己装作很谦虚的样子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 是以无德 为了信仰而信仰 其实本身就 我得有个信仰啊 我必须得有个信仰 我必须信仰 他本身就不是信仰 为了正义而正义 可能就不是正义 是吧 可能就不是正义 这个就是 很多事情 带眼镜 还是不带眼镜 喝碳酸饮料 还是不喝碳酸饮料 你想起来之后 你就去做就可以了 这个很多事情 就是左右思索 其实是 是一种震荡的 消耗能量的体现 你还不如 走出一个方向 因为左和右 其实本身是一回事 左和右 就是 就是一切开了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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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切 一切就切成了左和右 但是合在一起 又回到了一 它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 这个万法归一了之后 它一归何处呢 有生于无 这种感觉 所以空就很重要 这个所有的这些 都是从无中来的 这样你才能够 误我两望 回到最初最初 但是一定要感觉到 这个行动力很强的时候 往往就容易变不好方向 不再左右摇摆了 你现在直接出击了 那你做出了一个决断 这个决断 其实就会影响你后续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经常玩的游戏 就会越玩越溜 越玩越溜 你就会更加玩 爱喜欢玩这个游戏 你经常想到的东西 一定是你经常想到的 因为你经常想到了 所以你就更容易以后更想起来 就是这样的起心动念的 这个感觉就很重要 所以要保持自己内心的感觉 平静 只有你平静的时候才能敏感 才能降低其各种各样的噪声 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 它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 重重的击打的那种感觉 而是你指尖上的淡淡的脉搏 是非常精微的东西 就是敏感的东西 就不要老去抄它的良程 这样它就能够越来越敏感 这样才能够越来越长久 为什么真正的运动反而是打坐 就是无言之教最厉害 不争才是最大的争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微 无微而无不为呢 不但要快速行动 不要纠结 而且要注意 这又是好像是左右两边矛盾的 要注意你这个行动的方向是如何的 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特别躁动的年代 有各种各样的视频 有各种各样的新鲜事 有各种各样的新消息 然后就会沿着这个新消息 不断的去走出一条莫名的道路 但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新鲜事 选择什么新消息 其实也对后来会产生影响 这种可以便携的 放在飞机上的 可以整流的二级管 究竟是怎么发现发明的呢 我们还得回到二战的那个环境当中 再给大家介绍 这次呢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